今天好散 大家好我是尔央 今天跟我妈还有我丫姐 还有还有我老公一起来剪柴火 这个柴火是剪回去烧豆腐乳的 每一年都是冬天做 因为这种手工的我们是有季节性的这个服务 就是从冷天一直做 做到第二年的清明节就停工 是这样子的 公路两旁边这些树 树枝 应该是搞绿化吧 然后是锯了一部分下来 现在我们在这里弄 大根的都给人家剪掉了 今天吃饭人过来剪 全部都是小根的了 哎呀 大的都给人家拿完去了 有个小的 小的小的 好小一根 那大根都给人家拿完了 那昨天又下雨又没来 昨天又干 哎呀 我们剪小的算了 好小一根 好小 你看辛不辛苦啊 这里来搞这个茶 那不是啊 哎呦 哈哈哈 好辛苦 我这个东西 贵 他们说好吃 也吃不消了 我做一点算一点 我也觉得 做一点算一点 哎呀 吃不消我们来搞的了 老了 我吃不消了 我们来搞的了 不能干啊 搞爽一点 不要搞那么多了 哎呀 你看我压地的货车拉喽 啊 啊 今天我来看车 来的腰腾飞潮天 你把年纪来看车 来等我又是白朝天 唱情三个来祝福你 唱年四季八成佛 朋友和你们一起来唱歌 谢谢你没帮我点过车 我让你没在这里点 还不快点去干活 等一下还一天没多说 多愿你呀不吃饭 你又不是看不见 我要拿彩火了 快乐又开又回 这个火炉要吃不消 你看你老公好轻快 一共把那门来看车 你还不如你老公 你还在这里头来 没有你妈 如果不是亲爷所见 我是万万不得小心的 一捆一捆了 骑过来 一捆一捆了 老公在那边捆 他在前面捆 谢谢万有来陪伴 一起唱歌 那开心 一起把我的国家 助你身体又健康 我们一家吃苦米饭 不做事来没办事 起早腾还甜甜干 干个不停没夜晚 家人又靠来我家了 我家就住在隔壁船 上卖水卖来干嘛 石头路呀 也干嘛 好 看才不忘了跳舞 天天保持好心情 牛头牛肉口减肥 我妈的腰也还没有火 痛 慢慢捆 慢慢捆 捆快了就不行 捆了多少又多少 现在这节柴火开始装车了 我老公在搬 把车上的桶卸下来 刚才开的时候 往前卸下来了 上了车之后就拉回去 拉回去服务场放着了 我们在上面装好难装啊 这个好多树枝不齐不整的 大一个人我们昨天没来 一个人都得不到 看一看好大一个人 再砍个几把我们就够一车了 开了吗 开了吗 然后这个手中挡的他第一次开 第一次开我递这个车子我老公 我递这个车子手中挡的这个货车 他第一次开第一次拉这个柴火 拉柴火飞去服务场 老公开车 他开的还蛮熟练了 好像好久没看到死火了 现在到了啊 到了家了 然后卸车 把柴火卸下来 我姐跟我妈又去捡了 我们两个人在 在这里卸 我们开回来 卸车 两个人回来 然后 吸到这个沟里面去 带一部手套 没有手套不好做 干活 感觉我干活了不如前两年 前两年猛一点 现在腰 腰筋盘蓬出没那么猛啊 那天天背着小宝去干活 现在不行了 现在真的不如以前了 这柴我就堆在这里先了 这沟里面把它堆整齐了 还要去拿两车回来 跟我老公又出去了 我姐跟我妈在那里捡着啊 在那边砍着 我们去拉 现在装大根的 装第二车 装好大一个人都天黑啊 天黑了 我们还在装柴火 再往前面一点开 继续装车 雅弟今天跟他老婆去拍婚纱照去了 还好今天老婆没做事 不然都没有人帮他柴火 天黑了还在这里砍柴火 看一下嘛 多辛苦啊 搞这个豆腐乳 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柴火烧的服务 才是真正的纯手工服务 粉丝都说好吃好吃 外地的朋友买的也说好吃 好吃好吃不是一天两天做的出来的啊 这里要装了这么多了 三更半夜弄事 人家还说那个服务贵了贵了不想做 好吃 要说好吃 三更半夜还在砍残火 怎么办 哈哈哈哈 你说累不累啊 哎呦我都吃不烧啊 7点半还在 饭都还没吃回去吃饭了不砍了等一下 好了装了满满一车哎呀搞到三更半夜 现在又得回去卸车 把这一车大柴火卸下来 才能吃晚饭 现在是晚上8点钟了 8点钟 还没有吃饭没有回去啊 还在这个大马路上 大一根 大一根看一下 现在又到家 现在到家了又在卸柴火了 卸第二车 这个全部是干柴烈火 三更半夜8点多钟了还没吃饭 在这里卸柴火看一下 做豆腐油你说辛不辛苦吗 我老公也在这里帮我卸 他呀真的是主干啊今天 是 要ünf 后来 我也是 凌年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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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